哈喽大家好 我就是专门讲解各种嘿嘿嘿啪啪啪啊啊啊啊 光能电影的影色 帅的吊渣 今天给大家讲电影是《腐山行2》半岛 16年黑马影片腐山行的续作 但相较于第一部8.5分的高分 截至我写稿时 腐山行2的评分已经掉至了5.3分 甚至比之前那部被粉丝闲气烂的丧尸片活着还低 那这片到底是什么样呢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影拍开头丧尸病毒已蔓延全国 韩国全面沦陷 幸存者们只能搭载难民船逃往乡邻的国家 小白一家也赶着去登船 路上遇到一对夫妻向他们求救 但小白看见丈夫身上有伤 担心二人已被感染就还是狠心开走了 这个登船后客舱里还是出现了一个感染者 小白的外甥惨被咬伤 小白还试图救出姐姐 可姐姐此时以悲痛欲绝 决定跟儿子同生公子 小白和姐夫没有办法 只好看着他被丧尸吞没 随后因为这次意外 临近的国家不再接受幸存者 韩国已被孤立几乎成为死长 小白他们成了最后一批逃出来的人 流落在香港艰难度日 某天一个外国老板 突然找到了包括小白和他姐夫在内的四个幸存者 说有个黑伙要让他们回韩国 帮自己拿回一笔遗留的巨款 市场之后会分给他们一人250万美元 姐夫非常心动 他想靠这笔钱 摆脱被人歧视的命运 便怂恿小白一起接下这个任务 随后老板动势力 趁着天黑把四人送到了韩国 并留下了微信电话 方便找到前后来接他们 于是小白一行人的探险就此开始 是的是的 片子演到这里 已经更像一个冒险片了有没有 说到这里 我就去看了一眼这片的定位 第一步的时候 还是动作 惊悚 灾难 到了第二步 灾难没了 也就是说 釜山行二 其实是一部动作片 然后几人找了辆车 继续前行 中途小白下来擦路 就听面材 玻璃通道里有响动 也带上夜视镜一看 卧槽 指尖里面关的全是丧尸啊 这时乌云散开 透出了月光 瞬间照亮了玻璃通道里的尸群 小白吓了一跳 赶紧跑了 之后 几人探索一番 很快就找到了那辆 押送驱款的货车 货车司机已经挂了 这姐儿也是真没戒心啊 也不检查一下司机有没有试验 就上去搬尸体 鼓不起来 司机试验了 当场开始攻击几人 仓皇之中 姐夫压到了货车的喇叭 哄鸣声 响车 死成的夜红 他们迅速干掉了司机 谁没受伤 可这时 师群已经闻声干来 四人联盟上车逃跑 一边晚上丧尸眼神不好 很快就跟丢了 姐儿非常高兴 咱不完事了吗 好几百万轻松到手 可谁想这时 天上突然飞来几颗闪光弹 吊在了他们面前 几人瞬间失去了夜色的保护 说是迟那是快 大批丧尸再次涌来 四人躲避不当 纷纷翻车 两个炮灰队友当场死亡 随即被困的幸存者们赶了过来 男主小白被年轻的小红姐妹救走 而姐夫则是躲进货车厢 被一群部队残兵当屋子的拉走了 先说小白这套 小红姐俩带着她 一顿速度与激情 摆脱了市群 可等开到一个隧道 里面全是丧尸 本以为要生死一线了 谁想这群二货丧尸 居然被妹妹一个闪光遥控车 全部解决了 就零先剩下几个 她姐也没在怕的 直接开车捏了过去 几人轻松逃回了避难所 这里一共住着四个人 除了姐妹俩 还有她们的妈妈香玉 和一个疯了的指挥官 这老爷子是之前来救援的 因为撤离不及时 被困在了这里 这些年 她一直尝试联系总部的同事 简单都没得到回应 久而久之就疯了 随后小白定睛一看 发现香玉 正是当年那个被她拒载的女人 命运就是这么兜兜转转 再说另一边 部队那伙人也回到了影帝 他们本身都是镇守府山的士兵 因为全国沦陷被困于此 现在已经内部分裂成了凉火 一伙是职位更高的冬子派 几乎没牙十全 天天厌世想死 手下里就一个拐石台的拐哥 还听她的 另一伙则是负责实战的大逼格一派 刚才那闪光弹 就是她的放的 他们也是被困了太久 已经心里变态了 甚至搞了个斗手场 关了一帮丧尸 找着新的幸存者 就抓起来 搞人事互虐 于是被发现的姐夫 也没逃过此劫 直接被写了个号码 扔进了斗手场 不过好在一轮游戏过后 他并没有受伤 暂时活了下来 与此同时 拐哥前去整理物资 发现了车厢里的巨款 他觉得事有蹊跷 便立刻汇报给了冬子 俩人仔细一翻 刚好翻到了小白他们的微信电话 他俩正蒙逼呢 那边来电话了 张嘴就问他们钱在那 然后就说让他们明天拿着钱 到仁川港口会合 俩人太疚了 这事终于要得救了 可他们想了想 觉得大逼格是个半定因素 没想带人的 还特意开了个派对 好分散他的注意力 而这时小白那边 也跟小玉 唠叨了他们的任务 也想找回这个电话 联系人接自己回去 于是几人商讨一番 决定去偷货车 小玉小白潜入营地 其他三人留守 可好不容易找到货车 却只翻到了一个坏掉的电话 二人找失望 拐哥出现了 他俩立马控制了他 得知冬子已经拿到了 另一部电话 联系上了老板的人 而且姐夫也还活着 于是小白杀入地营 一阵枪林丹雨 救出了姐夫 但也不慎 放出了斗数厂的丧尸 从这一刻起 大逼哥就跟疯了一样 势手干掉小白一行人 双方一顿混战 姐夫为小白挡枪而死 哎呀 咋的也算半个家人呢 小白痛彻心扉 跳起来一滴败 像他个超人一样 干掉了大逼哥无数手下 关键时刻 相遇更牛逼 直接驾驶着货车 撞枪而入 把小白救走了 可逃出营地之后 丧尸群很快涌了过来 堵着车开不动了 而且这车因为几经碰撞 挡风玻璃全碎了 二人几乎支撑不住 千军一发之时 秋名山车臣小红赶到 打着远光灯 引走了所有丧尸 然后扔出闪光弹 安然逃脱 本以为他们会就此 成功脱险 谁笑 大逼哥那个神经病 又追上来了 拿他灯罩着 往他们身上引丧尸 你屠啥 哎呀 我个人觉得啊 这个矛盾点就很难让人信服 就不像第一部里面 那个精致力极主义的西装男 他做的那些事 都是为了自己活命 就很能体现人性 但是大逼哥 我就觉得他神经病 为了追杀小白 搭上了无数的手下呀 但小白他们是谁 主角呀 一顿速度与激情 愣是一个也没死 最后快要到港口了 又路过了那个玻璃桶刀 小白开枪击碎玻璃 里面黑压压的丧尸 全都掉到了追逐而来的 大逼哥车上 于是大逼哥足够 既然终于顺利赶到港口 可这时 冬子已崩了拐格 跟了过来 趁其不备 挟持了小红 双方一番混战 老爷子为护娃残死 相遇也上了腿 而冬子抢走货车 安然离去 留下小白一请人 绝望不已 随后冬子找到了老板的船 准备离开这里 谁要做好交接后 对方突然变脸 直接对着他一顿扫射 可见老板那边 根本就没想真的分钱 小白他们要真是来了 也是个死 但没想到的是 冬子临死之前 激哑了 用最后一口气挂上了 开车卡住了轮船大门 导致尾随而来丧尸 疯狂涌入 船内人员也全部沦陷 另一边 小白几人仍待在远地 绝望之时 空中突然飞过一架 救援的直升机 哎 救援总是来得这么恰恶好处 可这时天已经亮了 一旦活用起来 很容易引来丧尸 更何况相遇腿还上了 于是 他把孩子托付给了小白 让他们跑在前面 自己在后面打掩护 眼见丧尸越来越多 他干脆躲进一辆车里 疯狂暗想彻底 把丧尸都引了过去 很快小白和两个孩子得了救 他们一看救援者胸前的名牌 还真叫简 看来老爷子等待的人终于来了 救援队救下三人后 决定放弃相遇 可小红非常坚持 甚至还抢了简的枪 威胁他 双方为难之时 小白突然不得劲呢 之前自己也没能救了姐姐 就愧疚了多年 更何况他已经放弃过相遇一次了 岂能放弃第二次 于是他端起枪 杀入石群 相遇一看 妈呀要来救我 也放弃了自杀 奋起搏斗 然后他也得救了 俩姑娘健壮 纷纷朝妈妈冲了过去 仨人抱在一起 哭 你们快逃行吗 不害怕吗 可他们就是不分开呢 此时影片各种表情特写 就感觉导演也把我摁在那块 一块跟着一起哭 给我哭 爸 最后也并没有其他丧尸主意过来 他们就得救了 片段也结束了 看完之后 最大的感受就是 这片如果单作为一个动作片来看的话 其实没那么差 完成度还不错 它可能让人失望的点 就在它是一部丧尸片的续组 咱回想一下 整个片子看下来 除了开头传仓里的暴动 你能感受到多少丧尸带来的维基卡 微乎其微 丧尸彻底沦为被困者博弈的工具 那种看前作时会产生的紧张 牵动人心的感觉完全消失 毕竟它是个动作片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片中用到了大量飙车追逐 强占的戏码 让片子很有好莱坞商业大片的味道 但同时也失去了前作原有的特色 这个片子告诉我们 光让人办事 不老是给钱的人 最后都死了 其他片段关注我摄影仨 谢谢